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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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能改為性體 而美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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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確定 可根據的零 可根據的零 下根據的零 下根據的零 連接固體 和面面幾句 因為藍色 而美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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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滑溜亮視 始終留下滑溜 根據的零 下根據的零 下根據的零效果 值得滿意 而美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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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開始對比 首先我們要猜入一個表格 作為一行一路 表格三度我們作為726降度 作為726降度 設定 選定這個表格 現在我們來對表格的主張 最近度的設計 選定這個表格 進行進一步的設計 選定這個表格 進行進一步的設計 成功先提高的零 先曠出零 目的設計 explor 鍵 餶 IF Jean 渴 學的設計 team 會魅力圖 建成精神形 自己銷色 我們隨機選一種 imposed 今日我們隨機喜歡的表格 隨著選一組合格 jourarde 務觀念 超偷旦買出來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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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的根部,我们设计的反映一把 接着,我们将边框构续,边底,边底,都设为0 先确定 接着,我们将进一步的设计这个表格 我们将这个颜色设计为这个颜色 之后,我们在第一行的左边 按住Ctrl键,转入第一行最左边的颜色 刮我们设为7173上 高,我们设计为737上 接着,我们按住Ctrl键,选定第二行的颜色 对于旁边的颜色员盒,正是最左边的颜色 我们把移定第二行的颜色颜色整个颜色 高度我们设置为五十样度 输入我们的文字 我们在第一行还有一个图片 接着我们在第一行的第二个表格 有另一个图片 接着我们在表格的第二行的左侧在领域 接着它有一个六行一路的表格 参与签路 表格 参与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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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15 13行 多数据来40 接着我们在表格的右侧 插入一个一行两个表格 表格的空步我们设备550项目 先放太阳格编辑 编辑标准 翻译确定 好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页面具体 下面我们开始插入页面元素 将光标放置在表格右侧单元格中 单击 常用太阳栏中的媒体按钮 就可以点击插入 我们会选择媒体 Flash 然后在弹出列表中选择 选择Flash 选择选择文件对话框 在这里我们选择之前已经下载好的SWF文件 翻译确定即可 在文档中单击这个Flash文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Flash文件的页面的主性 插入的Flash文件并不会在文档窗口中显示内容 而是以一个带有这种F的黑色杠来表示 选择循环按钮 让这个Flash文件循环并且自动播放 可以设定Flash文件是否在页面加载时就播放 在品质下来的列表中 我们可以选择高品质 低品质 自动低品质 自动高品质 在最佳障碍显示的情况下是选择高品质 在对齐下来的列表中 我们选择Flash动画的对齐方式 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底端对齐 为了使应该的背景在Flash下 能够衬托出来 我们可以使Flash的背景更为透明 页面属性跟满中的参数按钮 按键参数 我们可以将参数值设为 WOMG 值设为Transparent 按键确定 这样在任何背景情况下 发动画都能实现透明背景显示 下面我们来学习插入Flash文本 我们将光标放置在左处 单击插入 媒体Flash文本 现在我们可以选择文本的让识 很重看 制作文本的vers 画面 吉他容本的内容 同样的方法,我们将其他的表格设置为,插入,再读文本, 点击你喜欢的颜色,插入文字,翻译确定, 继续插入不要纯改, 继续插入文件,保存,现在让我们看看效果, 看,指标经过了Flash文件的课文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进击颜色有所改变, 接下来我们学习插入Flash按钮, 我们将光标放入于插入Flash按钮的位置, 单击插入,媒体,Flash按钮, 弹出插入Flash按钮对话框, 在样式中,我们用来选择插入的Flash按钮的外端, 在文明版中,我们可以输入Flash按钮文本的样子, 字体我们可以随机设置, 接着我们来设置大小, 字号变大,按钮也不会真的改变, 链接用于输入按钮的链接, 可以是外部链接,也可以是内部链接, 目标用来设置打开的链接窗口, 如果需要修改Flash按钮对象, 按去确定, 确定, 首先我们先选中这个Flash按钮, 然后在属性面板中, 单击编辑按钮, 这样我们可以重复修改Flash按钮, 好了,本节课的知识我们已经讲完了, 下节课我们即将学到插入声音, 创建链接关系, 好了, 就让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审美技术在耐心, 送到出完美的网页, 谢谢大家, 本节课结识。